太香了 哎美河啊 在家里总做不出好吃的辣味保宅花 要么是没锅巴 要么就是焦了 哎就两个秘诀 教会大家明示保宅花 米花入味 锅巴焦而不黑 把鸡腿切入去肉 切成小块 用了办法洗一下 加黄姜葱 美味酱油 老抽 蚝油 盐 料酒 胡椒粉 花生油 加淀粉 炸鱼20分钟 下开调姜汁 炒开水 放豆腐酱油 老抽 蚝油 皮与露 搅拌均匀 到锅中给它烧开一下 煮开了换冰糖 这样子倒在这里 调备药 荒头油 把肥肉放进去 变成醋油渣 把姜放进去 给它煸出香味 把这个姜给它拿掉 倒入提前泡好的米 水换就要没过这个米饭 1厘米左右 盖着半时烧开包5分钟 炒5分钟就给它搓一下 再煲5分钟 时间到了 把腌好的鸡肉给它摆上去 把蒸熟的腊肠切片也给它摆上去 剥好的虾仁也放上去 盖上盖子再煲3分钟 3分钟到了 沿着锅盖了 淋上食用油 防止米煮焦 再煲10分钟 把鸡煲熟 边边转一下 预防焦底 时间到 关火放入猪油渣 再盖一下 煤火 倒入酱汁 撒上葱花 再换点红猪油 快学起来吧